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五谷礼拜堂王天佑牧师 今天我很诚恳的想要跟大家介绍一本 我刚刚出版的新书 叫做《抗衡文化的健康教会》 我写了一些书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不大好意思 去推荐自己书籍的人 但是我真的非常有感动 想要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 抗衡文化的健康教会 其实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出来的 这本书是很多的人 用他们的生命活出一个健康的文化的一群人写出来了 所以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 介绍给大家抗衡文化的健康教会 所谓文化就是我们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跟精神 那么保罗他曾经说叫我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然后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其实上帝就已经吩咐我们必须要抗衡这个世界 包括我们以前的异教的这些文化 那么保罗也责备哥林多的教会说 他们是一群属肉体的基督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嫉妒纷争等等 所以我观察到 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很久了 为什么他还是不健康呢 因为他仍然用世界的方式在行事为人 那么有一些教会为什么没有很健康的发展 因为他们把很多世界的价值观精神带到教会里面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建立健康的教会 我们必须刻意的去建立一个抗衡世界文化的教会 比如说这个世界看中的是成就 这个世界很容易就放弃关系 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看中的仍然是事工仍然是成就 我们也很容易就放弃关系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竭力保守关系 还有呢 这个世界是公私的文化 很不幸的有很多的教会也把公私文化带到教会里面来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家 还有呢 这个世界是精英主义的文化 所以这个世界强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是走精英主义的路线 圣经告诉我们人人皆既失 所以上帝要使用每一个人 包括很普通的人 上帝都要使用 所以你会发现 世界的文化跟圣经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如果教会只是改变事工 只是改变一些的活动跟节目 而没有改变教会的文化 那么我们无法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那么其实要改变文化非常不容易 因为文化已经变成我们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跟价值观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受影响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些文化带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教会一定要刻意而且很努力的去抗衡文化 所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 你鼓励我们当中有一些牧者 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跟你的执事长职 一起来读这本书 一起来讨论这本书 也鼓励可以在小组里面 让每一个小组的组员一起读跟讨论这本书 那么牧者也可以用这本书的信息来 在主日礼拜里面讲到 那么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 这本书的售价是250元 那么我们要发挥给的精神 所以这本书我决定在11月底之前 我们每卖出一本书 我们会奉献100元 支持三重城市之光建堂的经费 鼓励大家一起来读这本书 你可以线上订购 也可以打电话到五股礼拜堂 跟赵天阳弟兄来订购 那么鼓励大家我们一起 借着这本书 建立健康的文化 建立健康的教会 请不吝点赞 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购 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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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购